高以翔节目片酬15万,受黄景瑜邀请参加,粉丝怒斥节目组泼脏水。 11月27号,在录制《追我吧》的时候,台湾男艺人高以翔突然晕倒在地,抢救无效身亡。 这件事情一出,外界一片哗然,大家都不敢相信这个事情,但是随后官方也证实了这个消息,真的让人特别的难过。 高以翔才35岁了,在高以翔去世后,有网友扒出了他参加这个节目的片酬,一共才15万人民币,就因为这个事情丢掉了年轻的生命,真的是太不值得了。 网上的消息还爆料说,高以翔一集的片酬应该是23到34万人民币之间,可是是受了黄景瑜的邀请,才以友情嫁入节目的。 没想到发生这样的意外,粉丝们觉得节目组无下限,还甩锅给黄景瑜,本身是节目组安排的有问题,偏偏要把脏水泼到黄景瑜身上,真的是太让人气愤了。